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刘猫姐 这一期的话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TikTok平台和YouTube平台的 自我见啊 就我的一些看法 那么在讲之前的话 祝大家新人节快乐 比个新哦 这个模板还是挺好玩的啊 那么 TikTok平台的话 总体来讲还是年轻一代的 一个平台 上面的人 我看过一个资料 上面的人是99年到94年为主 00年 00后也有一大部分 那么我们如果 94年来算的话呢 差不多今年也就是26岁 25岁左右 对 256岁 那如果是99年的话 也不过才23岁嘛 到了未来十年 这一拨人是一个强劲的一个消费群体 那么TikTok平台的话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 叫做快速 就是短平快的这么一个平台 它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进入者的话呢 就等于说是 要跟着TikTok平台一起成长 为什么指它不是很成熟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流量变现呢 商业模式 当然它现在今年已经在做 今年已经在做闭环了 但是它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 就是说 直播带货购物来讲的话呢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状态 当然里面有大的商户 去年大概2021年 有一波大的这个商户在里面 做的还可以的 但是真正做到一个量级的话呢 还是有待于时日 那么今年进去的商家非常多 非常多 那么流量内卷的话呢 我认为也就快开始了 YouTube平台的话呢 当然它比较成熟了 它做到现在做十年了嘛 由于它呢是一个长视频平台 所以说它的这个用户沉淀 包括粉丝沉淀呢 它是比较扎实的 基本上来讲 YouTube上如果有个三千五千粉的话呢 你的日子就开始好过起来了 那如果有个一万粉的话呢 小生活过得是很滋润了 对吧 你像就是TikTok平台 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而且YouTube平台上的粉丝总体来讲 因为它是长视频 它内容有沉淀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粉丝的忠诚度啊 成熟度 总体来讲 我认为还是比TikTok平台 要高一些的 要高一些的 所以这个看您是怎么定位了 如果说你定位 要短平快的 可能做TikTok可能好一点 但是你要定位 长久的 做私欲养粉丝的 可能YouTube平台 可能更容易 更OK一点 但是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